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字要注意 这不失恩德了 与人为善 我们讲习当中常讲 总是要存一个纯善的心 纯善的念头 念念为别人着想 这是不失恩德 不失恩德 是他的想法 是他的说法 如果我们自己还要有一年不失恩德的心 就错了 错在哪里呢 我们着相 着相就不圆满 着相 十三界六道里面的善意 与信德不相应 这个道理很深 很广 舍佛的人 不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的清净心得不到 诸位要晓得 清净心才是真善 是大善 有求报的念头 贪心未断 不失没有圆满 不失波罗密 你有不失没有波罗密 你给人以后有后悔 你的清净心 还有啊 吝啬 没化掉啊 这是三读 第一个 贪烦恼 不能断 佛用不失的这个方法 帮助我们 拔除坚贪 如果你求报的心 有后悔的心 坚贪烦恼 不能拔除 有不失 不能称为不失波罗密 菩萨是修布施波罗密 我们凡夫修布施 而 达不到波罗密 可是 不修布施波罗密 我们决定不能超越六道 决定不能断烦恼 不能开智慧 智慧 是本有的 一切众生 自性里头 本来居住的 智慧 何以不开呢 就是被这些烦恼 盖付出 所以智慧 不能先切 佛教给我们 把烦恼 除掉了 智慧就先切 烦恼最严重的 就是坚贪 这两句话 就教给我们了 要很认真 很努力去学 我们无视界来 烦恼吸气很重 求报后悔的念头 常有 你们也许听我讲过 金凤文在台北 杭州南路的讲堂 送给我 以后 他很坦白地告诉我 他后悔了一年半 常常半夜睡觉醒过来 哎呀 为什么这么多钱丢掉了 一年半之后 天天听金 逐渐明白了 才不后悔了 不容易 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现象 那你的善根福德 不是平常人能比的 啃布施 已经就不容易 这个求报后悔 是很平常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晓得 如果还有这个念头 烦恼没断尽 烦恼没断尽 智慧不能兴趣 这些人我贪嗔痴慢 生烦恼 不生智慧 我们要想开智慧 这两句话就太好了 要常常去做施恩的事情 常常去做帮助人的事情 以智慧帮助人 以劳力帮助人 以财力帮助人 财 诸位下的 越斜越多 不是斜了就没有了 越斜越多 谁是阴 那个欲多是果 修阴 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 但是不可以有求果报的念头 为什么呢 求果报念头是贪心 果报现前呢 那是真理 因果一定相应 然后你就晓得 不是我们的体力 你的身体越健康 不是你的智慧 你常常有好的念头 好的思想 好的主意 帮助别人 解除为难 你修这个因 长智慧 佛的智慧 为什么那么大的 佛天天讲经说法 不失好主意 叫人破迷开物 所以智慧就那么大了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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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